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 在總結我五年任期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這一刻 我想說幾句感性的話 我從41年前離開大學的校園 踏入政府以來一直都堅信 憑著為民服務的理念和積極有為的作風 就可以在政治體制內建設更公平、更人愛的香港社會 我有幸參與香港順利回歸祖國 回歸後又在不同的工作崗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四年多前就任特區行政長官深感任重道遠 既是我公務生涯裏面最大的榮耀 亦都迎來了人生中最大的挑戰 上任都不到兩年 就因為修例的風波、社會的暴亂、外部勢力 不停粗暴地干預香港的事務 新冠疫情的衝擊 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支撐著我排除萬難的動力 是來自中央永遠是特區堅強後盾的循循祝福 我在就職時承諾為香港市民一直護航的不變初心 和我的家人的無限信任和默默支持 今天香港在國家安全和選舉制度雙重保障之下 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我比任何時候都對香港更有信心 更加肯定香港可以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在國家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進程中 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然我亦都更期盼我們可以培育有國家觀念 香港情懷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 身火相傳 明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這個重大的日子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跨局、跨部門、委員會 已經展開籌備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的工作 並將在稍後與社會各界溝通 共同舉辦更多精彩的活動 務求達致普天同慶、共賀回歸這個宗旨 有人曾經形容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 這一刻是《基本法保證50年不變》的中途站 或者是開啟了一國兩制的下半場 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認為一國兩制在中央督道、特區配合下 已經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應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和特區符合憲制秩序的選舉制度 這個受憲法和《基本法保證》的制度 已經是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之一 只要特區堅持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 以愛國者治港 兩制肯定會知凡業貿 香港仍然是祖國的掌上明珠 我們在這個新起點上 我希望2021年的施政報告 展示了新的氣象 勾劃了新的報告 就有我們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 謝謝